是總統蔡英文在美國時間五號 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 並且和跨黨派議員進行會談 麥卡錫表示 臺美之間的友誼 比以往都更加牢固 有信心能一同促進亞洲的經濟 自由和民主 蔡總統則感謝美方堅定支持 讓臺灣人民不孤單 還特別提到會面的地點雷根圖書館 強調雷根總統在過去 臺灣面臨重大外交變動時 扮演關鍵角色鞏固臺美關係 總統蔡英文跟美國的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這次是在加州的雷根圖書館來會面 這次首度有臺灣總統 跟美國的眾議長 在美國本土公開的來會面 雙方也進行了閉門會談 我們帶你來看一下 稍早的最新狀況 總統蔡英文在加州 與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 創下我國總統 在美國本土與國會議長會面首例 麥卡錫以臺灣總統稱呼蔡英文 並強調美國與臺灣人民之間的友誼 比以往都更牢固 蔡英文總統強調 雷根圖書館是最佳的會面地點 因為過去臺灣外交面臨重大變動的年代 雷根總統扮演關鍵角色鞏固臺美關係 但是,它並不是很奇的 今天,我們維持平均的平均 蔡總統也代表臺灣人民對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致謝 因為美國的存在與堅定支持 讓臺灣人民了解到我們並未被孤立也不孤單 麥卡錫隨後率領跨黨派議員召開記者會 提出三點必要作為 至於中國宣布啟動在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查巡航行動 美國五角大廈表示目前所見為例行訓練 並再次強調中國不應該以蔡總統過境為由 發動任何形式的侵略或過度反應 記者韓影彭曉祖 鄭維仁 中建綱綜合報導